台湾的儿童确诊重症比例是越来越高 从今年到现在目前已经有7例 甚至其中3例儿童确诊之后是并发了脑炎 对此专家认为这不太寻常 今天指挥中心表示将针对儿童脑炎跟专家进行研究 妈妈抱着1岁多的幼儿着急的跑到诊所 因为小朋友高烧不退就怕不幸确诊 更怕引发病毒性脑炎 眼见香港疫情严重也只出现两名儿童脑炎个案 反观台湾短时间竟已累计三名 小儿科医师认为不太寻常 碰上婴幼儿求诊统统不敢大意 北医复射医院小儿科部主任张喜更直言 儿童确诊如果引发病毒性脑炎 愈后通常不佳 而且严重脑炎死亡率高达5成 累计三例小朋友 昨天有讲都是在5岁以下 两位是2岁一位是4岁 那这个跟香港的发现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趋势来讲是不是 有一些专家也是会担心说 是不是在亚洲的小朋友 或东亚的小朋友染疫 会有比较高这样脑炎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确实已经有请相关这个儿童医学 整经医学的专家来帮我们 做一些案例的讨论 儿童染疫不止中重症 六年相关的并发症病程也都很快速 难以掌握 指挥中心将先对脑炎跟专家进行研究 又守住儿童防疫这一关 解台北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